好了各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说要什么呢 说一下关于宿主的长度计算 OK 为什么我们要说到宿主的长度呢 大家思考一下 假如现在 Int A R R 来个什么 来个 我就这么复制吧 我们想说 想说是不是可以这么复制啊 好 来个 好了 现在呢 我要写个复循环 去便利这个宿主中的每个元素 4 硬的I等于0 I小于多少 是不是要数一下 是不是要数一下 是不是 那就数一下 1 2 3 4 5 几个了 1 2 数 你就数嘛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后面有可能还不知道 你看不到这个数据的数据 因为有可能这个数据 是别人给你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提取这种方式 去干嘛 去计算这个数据的长度 好了 那么怎么去计算数据的长度呢 大家有没有思路 如何去计算这个数据的长度 数据的每一个元素 数据的每一个元素的类型相不相同 相同 所以 数据的每一个元素 数据的每一个元素 它占用的 字节 空间一不一样 一样的 好了 那么既然是这样子 我们上一次才学过一个东西 叫sizeO 你还记得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吗 它是不是可以去计算一个变量 数据 在内存当中 是不是占据了字节数啊 那我把这个AR给它 那你猜猜它会做什么事情 它是不是会告诉我 AR这个数据 在内存当中 一共占多少字节啊 所以你看 第二个 第二句话啊 使用sizeO运算符 S-I-Z-E 使用sizeO运算符 运算符 可以干嘛呢 可以计算数据 总共占用的字节数 总共占用的这个字节数 你看怎么写呢 那就是sizeO运算符 是吧 就可以得到 这个数据 占用的 总的字节数 是不是啊 好我们试一下啊 拿一个 int net 好 等给它 然后p Vielen Present F Len 等于一个 提倡 D 那个百分号D -N 然后来什么 来个Len 好 好 你看 走起来 一共多少个字节啊 这个数据 一共占108个字节 而数据当中的 每一个元素 占着自己 都是几个字节 四个字节 好了 那就很简单了 是不是 得到这个数组 占用的 总的字节数以后 那么就可以 用总的字节数 除以每一个元素 占用的字节数 所以就可以得到 数组的长度了呀 是吧 就可以得到 这个数组的长度了 就这么意思 你看啊 我们来试一下 Come on baby Let's go 这个数 这个数是咱们这个数组的 整个数组占的字节数 好 除以每一个元素 占的字节数 多少个字节数 四个字节 因为这个元素的 因为这个数组的 每一个元素 是我们的 英特里行的嘛 是不是占四个字节吧 好 走 好了 一共多少个元素 27个 刚刚谁说的31个 站出来 我保证不得摇脸 就我们这个 所以你看这个数 这个数如果说 我想要去干嘛呢 我想去变利的话 那就太简单了 Full Int Int I等于零 I小于 是不是I小于lens啊 I小于lens 然后呢 I加加 然后呢 Print F A R 百分号D 等于一个百分号D 杠N 然后I 然后再来一个什么呢 再来一个不是A R I吧 对吧 嘴子啊 你看 这个时候就将我们数字当中的 每一个元素打出来 然后 同志们 我这儿减一些 有关 有影响吗 我删一些元素 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的啊 因为你删一些元素 我这儿 是不是马上立马就又能传出来啊 不会有任何影响的 所以这次就 这就是计算咱们这个 数组的长度的一个方式啊 这儿 比如 用size S-I-Z-E size 我数组名 是吧 除以每一个元素的 字节数 我就可以得到 数组的长度 但是呢 我们实际上在用的时候呢 我不建议大家 我不建议大家 这儿直接写个是 我不用写个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不同类型的变量 在不同的操作系统 还有编辑器下面 是不是占的字节 可能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所以 最要不要写是 你写个什么呢 size of int 因为这个元素的 因为这个数组 每一个元素 是int类型的嘛 你让它自己去算 虽然这个时候 得出来也是是 但起码 咱们这个程序的 移植性就变得很高了 因为有可能 到别的编辑上面 可能啊 int就不占四个字节了 是不是啊 那这个就 就保证 就一定保证 这样这样写是 不会出问题的 是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么写啊 size of 有的时候呢 你写个int 是因为什么呢 你写个int 是不是知道 咱们这个数据 咱们这个数组的元素 是int类型的吧 但有的时候 你可能不知道 这个数组元素 是类型的 那你可以怎么写呢 size of ar 第0 给我看一下 ar数组中 第0个元素 有几个字节 而每个字节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吗 每个元素的字节 是不是都一样的吧 所以你也可以这么写啊 也可以这么写 好了 就说啊 这儿 不建议啊 将这个字节数写死 写死 然后呢 元素 占用的字节数啊 我们建议 也是使用 size of 计算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 不同的系统 不同的编译器啊 不同的 这个编译器啊 这个相同的片量 可能占的字节不一样啊 相同的变量 可能 占用的这个字节 不一样啊 不一样 就这么意思 所以希望大家呢 要注意一下 咱们这个问题 我们建议怎么写呢 size of size of size of 宿主名 或者就arr吧 除以size of 然后呢 元素 类型 这可以是吧 也可以怎么写呢 size of arr 除以size of arr 这两种方式 都可以 都可以的 好了 这就是 如何去计算 咱们宿主的长度 先通过size of 计算出咱们这个 宿主占的 总的字节数 然后呢 再去除以 每一个元素 它占的这个 字节数 能看懂吗 各位 能看懂是吧 那就over了哟 完了